这是之前有朋友艾特我的一个叫什么挖矿还是挖宝 里面有丰富的矿石 我收到以后我感觉它不就是一段沙子里面放了些石头 然后把它筛出来吗 而且这个框里面的很多眼它都闭死了 打开这包沙子 让我小心点倒上 它因为是湿沙 所以它焖久了之后有点发霉的味道 有一种浓浓的头好痒 大概是脑子要长出来了 发的那种感觉 你说这不纯纯的 这就是那个浪费时间吗 直接用镊子挑不就行了 它还给了一个收纳盒 收纳这把水的宝石 第一颗 哇大红宝石 咱们先把它放在盒子里 然后一会再看它到底是什么 第二颗 哇玉水 哇像一颗猪牙 牙根都黑了 接下来是小石头 我感觉我去我们这 那河边随便一剪就行了 这个像狗牙 哇玉水 紫水晶 这不是隔小区那个鹅卵石 路上挖出来的鹅卵石吗 红玉水 哦它好像一个皮虫 天呐老坑冰种翡翠 哇巨大一颗鹅卵石 透明呢 哇这个石头色的还挺好的 这啥也跟无子清一样 这石头长得好标准啊 这种的石头不会是人工的吧 还是天然的 其实它比想象中的石头要含量要高很多 哇黄金大矿石 金香玉 黄玛瑙 这盒子都完全不够用 红玛瑙 啤酒玻璃瓶 这可是上好的大冰糖玉石啊 大白玉石 红玛瑙 白玉石 黄玛瑙 白玉水 青花瓷 五子石榴 你的蛀牙 老坑冰种 白玉水 红玛瑙 大冰糖 红玛瑙 粉水晶 粉水晶 眼镜鼻脱 恐龙化石 咱们现在来观察一下 哎呦 脱发打开这个放大镜 是不是戴个手套更专业 先来看第一个啊 这个有少许的棉裂纹 这个这块应该是棉料 也可能是微料 这一块的话大概价值个80万 直播间有想象的朋友们啊 请扣衣 给大家看一下 料子非常的好 料体纯透 这纹路什么的都非常自然 有小许的棉裂啊 这个算瑕疵 不瑕疵的话能卖两个亿 非常的好非常漂亮 进来这个是刚开出来的红玛瑙 你看这个天然的纹路啊 缺牙的可以用它箱上 可以怪的雄前当无视牌 当山水牌 可以辟邪 可以明哲保身 可以发家智术 养猪修禄 我想说它上面说的这些 和这个倒是能对应起来 但它这个是真的吗 就是水晶之类的不贵吗 像什么灰药石紫水晶 这不都挺贵的东西吗 紫水晶没有发现 黄水晶是有的 粉水晶也是有的 这个虎眼石也是有的 就这个 是不是这样看还是挺划算的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 豹纹石没有找到 黄铁矿也没有找到 这个是虎眼石 上面把它筛一下啊 哎呀呀呀呀呀 就挖猫砂一样 但它这个孔太小了 不太好往下筛 这就筛猫砂嘛 看我这熟练的 一看就是一样 你猫养了三年半 份量还是挺多的 哦 感觉这个还挺好看的 它表面也很光滑 也很有光泽度 咱们讲道理 应该这个时候要混泥了 好大一颗头 把它倒到这个框里面 里面有一些比较尖锐啊 不建议个人用来混泥 除非像我这样经验比较丰富 拿一盒不用的液体胶 这个木头盖子就容易发霉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哦 它这个胶体还可以 就是没来得及玩 我们的黄金矿工 搬拌一下 这样一份无腿宝石大炒饭就做好了 还不难看 重量也很重 还能拉伸匀 里面的石头 有大有小 错落有致 有些石头很滑 有些石头不滑 有的能挂住 有的挂不住 这样还能有一个随机掉落 宝石的这样一个特效 出发随机特效 嗯 竟然混合的还不错 捏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啊 我看见这个石头 想起来小时候吃那个石头糖了 里边是巧克力的那种 但是很难吃 小时候觉得好吃极了 而且还长得特漂亮 放在嘴里就舍不得嚼 都要含 一直把它含的那个色素还没了 舌头都变骰了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啦 拜